到家了 把鱼 泡袋 鱼状态应该还不错 走 拿反了 拿反了 累了 不计是 迷路很大 刚才从车上拿下来 没仔细看 这把它放在地上仔细看 这个状态还可以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下面就给它过过水 过过温 然后直接给它放鱼缸泡养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聊一聊 咱们买来鱼之后 拿到家里该如何过水过温 其实过水的意义不是很大 主要是要把温过好 过温是指咱们从鱼店里 把鱼买来之后 装鱼的袋子不要拆开 直接放在咱们的鱼缸里 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个目的是让咱们袋子里的水 和咱们鱼缸里的水 水温慢慢的一致 这样的话 把鱼再捞到咱们的鱼缸里 它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不适感 减少咱们鱼的损耗 你看 这个鱼的状态在袋子里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点 就是咱们泡完袋之后 袋里面的水的温度和咱们鱼缸的水的温度 保持一致了之后 咱们要把鱼一个一个的捞到鱼缸里 袋子里的水要倒掉 不要倒到鱼缸里 防止袋子里的水和咱们鱼缸里的水 它的水质不一样 有病菌什么的 带来交叉感染 大家看看放进来的效果 买失误了 买的太多了 两袋鱼泡进来之后 已经这么多了 然后大家再看看这里 还挑了二十多条碟尾 没地方放 暂时就用这个塑料箱子放了 哎呀 还得再整一套过滤 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啊 吃饭局不管了 明天再弄吧